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树 追之 那个隔壁的人找他的亲戚朋友去找这个羊 不只是这样 人手还不够 还叫那个羊子的童仆也去追 那个树 树就是立起来的意思 古代高人有位置的人都是坐着的 那个小童仆不敢坐 都是站在大人的旁边的 叫做树 所以树这个字就是比较谦卑的位置的称呼 然后就叫羊子的这个同仆也一起去追 羊子就说了 说羊子曰 西王一羊 何追者之众 这不掉了一只羊而已吗 一个人去找不就好了吗 牵回来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 这么多人 几十个人去追啊 灵人曰 多其路 因为这条大路旁边的岔路实在是太多了 祭返问 霍阳乎 曰 吾之矣啊 这个王可以练吾 王可以练吾 然后问他说找到了吗 他说没有 不见了 曰 西吾之 那为什么不见呢 这么多人追啊 曰 其路之中又有其焉啊 吾不知所知 所以凡夜 他说这条大大的道旁边太多其路 没有想到进入其路 我们本来想说二十个岔路 我找二十个人追 一个人追一条不就没事了吗 结果你一进入岔路之后 岔路里面还有岔路 那一个人要管那条路 小岔路不就不够用了吗 羊子气然变隆 羊子忽然变得黯然 变得忧伤啊 不言者已时日 不孝者近日 这个很久时间都没有孝容 一整天都没有孝容 而且很久都不说话 门人怪之请约 羊见处又非夫子之友 而损言孝者何栽 门人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不是你的羊啊 而且羊是一个很悲见的东西啊 对不对 为什么你心情反而这么沉重呢 羊子不达 门人不获所命 弟子孟孙羊出已告新都子 大家都搞不清楚啊 为什么隔壁的掉了一只羊 老师啊 师父你怎么这么不快乐呢 大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快乐 然后他的弟子呢 孟孙羊呢就走出来 把老师不快乐这个事情呢 告诉了另外一个弟子 新都子 新都子他日与孟孙羊接入 那新都子就过了两三天啊 等羊子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啊 跟着这个孟孙羊一起进去 而问曰 习有昆帝三人 有齐辱之间 同师而学 过去有兄弟三个人 老大老二老三 到这个齐国辱国之间呢 拜同一个老师 一个辱者啦 尽仁义之道而归 把这个仁义之道呢 学得圆圆满满的呢 就回来了 齐父曰 仁义之道若何 因为去了好几年嘛 回来的时候只学仁义嘛 他爸爸一定问他说 仁义之道是什么 伯曰 大二字啦 老大说 仁义使我爱生而后明 他说仁义很好 仁义呢 让我呢 爱惜自己 把这个名利啊 放在后面 众曰 仁义使我杀生已成名 老二 众 伯仲的众 还是众 老二 说仁义啊 可以让我牺牲生命在所不齐 我要维护我的清明 俗曰 老三 说仁义使我 生名并全 说仁义非常好 让我呢 可以顾全自身 又可以有名有利 比山述相反 而同归于卢 俗是俗非也 好 现在就问题来了 这三个人啊 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结果都不同 可是呢 是同一个老师教的 到底 这三个人是 静人欲知道而还 各位那个静就是 静心的那个静 学到淋漓尽致的意思 三个人都是成就了才回来的 怎么各说各话呢 到底谁 谁才是那个老师要讲的意思 这个新都子就问这个杨子 用这个方式问杨子 杨子曰 人有冰河而居者 习于水 勇于求 有一个人啊 住在河边 冰就是河边 他呢 非常善于游泳 而且非常的勇敢 那么大的河 敢渡河啊 水再怎么大都敢渡河 操舟玉渡 立贡百口 他呢 整天就滑着一条舟 然后呢 就是帮人渡船 玉就是卖 就是帮人渡河 赚的钱呢 可以养一百口的人 果粮救学者成土 带着自己的米粮带着呢 去跟他求学的人 一大群 土就是一大牌了 而逆死者羁绊 但是呢 学了半年一年 已经有一半的人淹死了 本学求我不学逆啊 而厉害如此 本来去的人是为了学什么 为了要学游泳啊 高超的泳技 对不对 而不是要逆死啊 各位你去那边是要学逆死吗 不是要学逆死啊 最后呢 逆死的已经过半了 这个厉害的差异 竟然如此之大 一个是拜师学成嘛 回去就可以一样嘛 操舟度日可以养百口嘛 一个是什么都没有就逆死 若以为俗是俗非 同一个老师哦 各位现在养子的回答 也是同一个老师哦 对不对 一半回去学业有成 养家活口 一半还没学成 就逆死 你觉得是谁对谁错呢 他用反问的方式 要让这个新都子明白 新都子默然而出 孟孙杨朗之曰呀 新都子听完他就出来了 孟孙杨不是在旁边吗 孟孙杨也出来 说何无子问之迂呀 说你怎么用这么迂回的方式去问你 你到底在问什么 夫子答之屁 你看 那个养子答的也是够怪的 你问的怪他也讲的怪 无获欲胜 我实在是完全听不懂 新都子曰 大道以多棋亡羊 学者以多方上升 这句话很重要 各位 大的这么大的路 因为旁边骑路太多 所以乃之羊给丢了 学道呢 因为你自以为聪明的方式太多了 所以呢 生命都不见了 那边学是讲学游泳 对不对 还是要比喻 学道呢 因为方法太多了 各位方法多不多 真的 你坊间各位 你上网查查看 学游泳的方法多不多 有这个功法 有那个功法 有呼吸的 有导引的 有闭关的 有闭谷的 是不是一大堆 一大堆啊 学非本不同 非本不一 而莫易若是 大家学的初衷是一样的 本是一样 不是都是学道吗 可是最后的结果呢 有的当佛 有的当天仙 有的当阿修罗 有的当地狱二鬼出生 怎么会差异这么多呢 唯规同反一 唯无得伤 只有怎么样呢 只有人的造作都放下 那就剩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要加上我们的聪明 各位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 我们这个教室里面就要有几十个上百个想法 各位对不对 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想法 一万个方法 只有大家把自己用上去的力量 通通退下来 交给本性 那就剩一个方法 执掌先生之人 习先生之道 而不达先生之矿也爱哉 所以这个新都子呢 就嘲讽这个孟孙杨 说你是杨子老师的大弟子 掌就是最前面的 你学先生之道这么久了 而完全不了解先生的比喻 不是很悲哀吗 各位我们这一段话 我是要告诉各位说 用你的方法修行行不行啊 为什么我不能用自己的方法 这个自由的世界 我喜欢用什么方法 是我的事情啊 各位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率性一条路 没别的方法 那你说那率性的源头是什么呢 就是明星 明星有别的方法吗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看着经 不要看现状 就前面讲的 宝藏论啊 宝藏论是一个高僧啊 叫做生兆 生兆是谁啊 就是纠罗摩斯的弟子 纠罗摩斯是谁啊 翻译心经的那个人 简单的说 心经翻得好不好 跟生兆都有关 只要是纠罗摩斯翻的东西 都是生兆代比的啦 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普通和尚 看着我们的心体 不看七情六欲 看什么 看气 就这一招 你把你的人的分别好物都退下 在心性上用功夫 那不论你是哪一招 懂的人看起来就一招 没有告诉你说呼吸几长几短的啦 没有告诉你说先手哪一个翘 左边转多少圈 三十六圈 右边转三十六圈 转了几个月三个月之后 我们换到下一个翘如何如何 都是胡说八道啦 那就等于是告诉你 告诉你的太太说 你现在该怎么样生小孩呢 首先第一个已经受精了 来开始关注你的子宫 然后呢 现在开始要分裂另外一个细胞 你有这个忍耐吗 你没这个忍耐 你少做傻事 交给谁啊 交给天 有老天爷做靠山 你不要吗